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例题有错 把两边不对称就对了 这边说0.93这边说1.3 那如果说这边是1.3这边就应该有1.3 这边是0.93这些答案都不对 正確的是1.3,他看錯,也就是說下面是對的,這個地方寫錯,好不好 沙土跟黏土的基本上不同,沙土的追尖阻抗也好,表面摩擦也好,都有一個臨界深度 critical damp,那超過這個臨界深度之後呢,追尖阻抗也好,裝表面摩擦也好 就多多少保持一個長數,不再明顯的增加了,黏土呢,就不會了,黏土隨著這個深度的增加 反正黏土的不排水減力強度怎麼變,他就怎麼變,我不曉得各位還記不記得講 潛基礎的時候我說,為什麼黏土用不排水減力強度,黏土白酒的也變成排水了,為什麼就用不排水減力強度呢? 因為如果你去做過這個分析的話呢,當黏土白酒被排水的時候,它的承載值會變大 也就是說,掌控這個基礎的安全是在不排水的時候,剛剛蓋完的時候 所以黏土的話,這是為什麼黏土我們做不排水的分析,淺基礎是如此,深基礎也是如此,幾乎所有的大力工程的分析都是如此 碰到黏土我們先做不排水減力分析,那蓋霸的話呢,除非你這個霸或者核能電廠,我要確認這個現在安全,將來也安全 我才做黏土的排水分析,否則的話呢,不排水分析就夠了 黏土的表面的摩擦力,又叫做skin resistance或者skin friction,皮膚摩擦,表面的摩擦 那通常都考慮前面講的道理原因,為什麼用不排水,不排水的話,而且是非等於零 不排水的時候呢,大部分,99%的狀況下,磨砂角是零,就相當於我們做這個土壤力學講的悠悠實驗一樣 那這個課本裡面列舉的三種方法,基本上呢,多多少少都是經驗法則,非常經驗 那這是經驗法則,原因就是從我集裝一開始就說,集裝呢,是一個非常粗糙的,整個施工的過程呢,非常的粗糙 也是非常的粗魯,真的很這個,很爆裂 那我們能夠做的分析呢,也非常的粗糙,好在我們一貫一貫的,不斷的有一些檢驗的方法 所以我前面說,你用靜態分析,算出來不同的方法,得出來不同的答案,可能差一倍以上 不要急著去平均,或者選這個選那個,反正後面還有方法來檢驗 怎麼檢驗,我先賣個關子,雖然時間不多了,還是要賣個關子 好了,回過頭來看,黏土的話呢,第一個經驗法則叫lambda方法 這個,黏土的表面摩擦的這個方法,都是取用這個希臘的這個文字 一個lambda,下面還有一個alpha,還有一個beta 那這個到底是巧合什麼,我不曉得 那lambda方法呢,這個lambda呢,是根據激裝的長度而已 這根據過去呢,這個提出這個方法的人,統計了很多這個黏土裡面 激裝的這個載重實驗結果,做了歸納 這個sigma0prime呢,就是整個激裝,平均的垂直有效應力 整個激裝,取個平均 這個cu呢,就是不排水,減力強度力,也是整個激裝旁邊 那個細處,如果攻略得到一個預渴 pose,就能感到天地 那是中國的九龍,最後一個豬裡面的封面 這個螢裡面的複雜是在一邊有什麼冰箱的 第三個可以更大一邊,就能看見一下 但是,這個就是它們說它們那個 就是很大部分的一樣 那它們說,這個幾個比喘的車外 其實它們比如說它們的空間 但是它們的質量 這樣就是這條很大的質量 這個Lambda你沒有必要去背它 但是這個沒有道理 所以你也沒辦法有個公式給你 導給你 就是它歸納的數據 數字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基本上是越長的話 這個Lambda的數字就越小 如此而已 這越來越考慮了一些 critical depth的觀念 那 黏土的不排水減力強度 我剛剛講過是這個 依照這個不同黏土層的厚度 來加全 越厚的話 這個權重越大 所以你的方法 就好像算面積一樣 CUL1 加上CUL1 一直沈起來 這就是它權重 全部沈完之後 處於整個的這個裝的長度 就是你的 這個平均的不排水減力強度 那Sigma0¹ 就是這個黏土的不同的深度 可能有不同的單位重 所以你這個算單位重 就好像算面積一樣 事實上呢 土壤不只是黏土 的單位重 差不了這麼多了 反正大概就是水的單位重的兩倍了 差不了都很有限的 你就把它當作是一個常數算下來 也可以了 那就很簡單了對不對 所以算到底 除以二就行了 就是你這個平均的這個 垂直向的有效應力了 如此而已 所以 透過 垂直有效應力的平均值計算 得到Sigma0¹ 透過這個 不排水減力強度的加權平均 得到CU 加個帽子 Lambda 是根據激裝的長度 哇 可以有到90米 大概 很難了 很難超過90 什麼時候有90米呢 這個 提出這個 這個方法的學者呢 是專門研究海裡面的 鑽油台的激裝 鑽油台的激裝 有可能的 因為鑽油台裡面 光海水深就好幾百米 甚至於上千米 然後再從底下打樁 那這是Lambda 那你把這些數字全部擺回來 得到一個數字 得到一個 一個 這個 裝表面的平均的摩擦力 然後呢 根據這個 一個單一的 裝表面的摩擦 乘上裝的周長 乘上它的長度 如此而已 非常粗糙的一個 估算 那 跟下面的方法會不同的話呢 是很正常的事情 這個 也沒有說哪個對哪個錯了 這個 這個 也無從說起 都沒有道理 好 都是根據過去這個 實驗數據的一個 整理 一個統計 剛剛那個叫Lambda方法 這個方法呢 叫Alpha方法 一般呢 在陸地上 剛剛的Lambda方法 比較常用的是 這個是在海裡面的集裝 因為 那個Lambda的歸納 是根據海裡面的集裝 歸納出來的 陸地上呢 大部分是用Alpha方法 Alpha方法呢 這個 它的基本的概念是這樣子 這個 這個黏土的強度越強的話呢 那 它能夠跟這個 這個 激裝表面 發生這個 凝聚力 或這個 摩擦力 佔據它整個 不排水準的強度 比例越低 也就是這個Alpha 會越低 如果呢 這個 土壤越軟的話 那它能夠跟集裝 產生凝聚力的這個 這個強度呢 相對於 它的不排水準的強度 越高 你可以稍微 逼 回去呢 可以這個每天早上 都可以做這個實驗 拿個牙籤 插到你的牙膏裡面 牙膏夠軟了 牙膏相當於一個 很軟很軟的黏土的 你的經驗裡面 插下去拔出來 在牙籤上 會不會沾了牙膏 有沒有做過實驗 你的人會不會沾 會不會沾過 沾牙膏 會啊 還是會吧 這個答案有點 莫領兩可 好了 不管怎麼樣 明天回去都做個實驗 把牙籤 扎到這個牙膏裡面 拔出來看看 按照 我只能講 按照這個理論 會啦 因為牙膏很軟嘛 你看 越軟的話 這個不排水準的強度 除以大氣壓力 越來越大氣壓力是100kPa 如果是小於0.1 哇 跟大氣壓力比還是 大氣壓力是100kPa 這強度是10kPa 那非常非常小 那這真的是 就接近於水了 很軟很軟 你把它扎到這個土壤裡面 或者是你有做過這個 玩過陶瓷 做陶瓶 如果是很軟 跟爛泥一樣的 你拿個牙籤扎進去的話 如果你手上一摸 手上沾的都是這個 陶瓷土 對不對 那就表示 這個陶瓶跟你手之間的這個 凝聚力 比這個陶瓶本身的凝聚力還要大 強度還要大 對不對 所以這個α就很大 對不對 但是呢 你的經驗裡面 如果這個陶瓶已經很乾了 你可以捏來捏去 你有沒有發覺這個陶瓶還會捏在你手上 好像不太容易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它這個手 表面粘成薄薄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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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 大部分不會粘在你手上 那這個土就是 它自己歸自己的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這個激瓶打到土裡面 土的強度越強的話呢 這個α越低 也就是說 它會 跟這個 激瓶表面發生黏著的這個 這個強度呢 相對於它 它的不排水減強度越低 這個在日常生活都可以觀察到 我一直從這門課裡 一開始講過 所有講的一些理論 絕對不會跟我們日常生活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原則會相違背 好 好 重點在於大有多大小有多小 對不對 最大的話大概是1 事實上可以比1還要大 所以這是為什麼你拿個牙籤砸到牙關裡面 牙膏會沾到牙籤上 或者你玩淘土的時候 這個爛泥的時候 如果很軟的話 滿手都沾了泥 對不對 但是當這個淘土開始比較硬的時候 你就可以捏了 對不對 那它就不會沾在你手上 那比較硬的時候 你看 這個α就可以到達0.35 越硬的話 它就越小 那不同的人也提出不同的看法 這都無所謂了 重點就是這個趨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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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是硬的土壤 這個α相對來講越小 這個是反過來算 反過來看 所以這個 Cu 越大的話 那α就越小 這是另外一個學者提出來 都差不多 反正這個 這個土層有多少層 所以用一個 summation 說不定分了三五層 每一層的厚度是一個 delta L 再跟一層的 Cu 不一樣 硬的Cu的話,Alpha就比較小一點 軟的Alpha的話,Cu就比較大一點 這個是集裝的周長 然後加總起來就是你集裝整個的表面摩擦 跟Lambda的方法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Lambda先走整個全部平均的,只有一個數字 整個集裝只有一個表面摩擦,一個數字 這個Alpha方法要分成了,一層一層的 每一層的不排水減低強度就有不同的Alpha 然後算完之後全部加在一起 這個是Alpha方法 這個Beta的方法是比較有一點點道理 但是也是礙於我們對於整個道理背後的參數 還是搞不清楚,所以又回到打迷糊帳的方法 所以我們來看看什麼叫Beta方法 這個Lambda方法跟Alpha方法都是從總硬力的觀念 從su,對不對? 不排水減低強度,或者cu,科本上叫cu 不排水減低強度來算裝表面的摩擦力 Beta的方法呢,即使是粘土 我還是要用這個有效應力來看 事實上基於這個原因 Beta方法也可以用到顆粒性土壤 也可以用沙土,但是比較少用就是 沙土那些方法就夠了 那本來從有效應力的觀點來看 裝表面的摩擦力 是等於這個 在那個深度的這個垂直的應力,對不對? 乘上一個K值 就是水平應力除上垂直應力的這個比例 這個比值 那這樣得出來就是水平應力的有效應力 乘上一個Tangent V' 這個Tangent V' 應該是這個土壤跟激裝表面的摩擦力 那這個V'應該比我們做實驗的 這個最大的V'要小,對不對? 前面沙土也講過DELTA 要用DELTA 不能用V' 要用DELTA' 好 那但是呢 這個激裝打的時候會把土壤擾動 擾動得非常大 就算你在沒有打裝以前 你知道這個土壤裡面K大概多少 正常壓密過壓密可以估算 但是當你打了裝以後呢 這個K到底變什麼樣?很難講 因為有很大的擾動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打裝同樣會把土壤擾動掉 我現在講這個V'都是黏土的V' K也是黏土裡面的K 黏土裡面的K值比較好算 如果說沒有擾動的話 可以做實驗可以做出來 V也可以做實驗可以做出來 但是呢 給你裝一打了打亂掉了 搞不清楚了 K也不清楚 V'也搞不清楚 更不要講V' 為什麼就要加個R呢? 是remolded 打裝的時候把這個土壤擾動了 那兩個都搞不清楚 而真要用這個比較合理的理論架構的方法 的話呢 我只知道這個 這個沒用了 這個就是垂直有效應力 好算的 我剛剛講過 反正就是隨單位重 土壤的單位重乘上深度嘛 扣掉水 靜態水壓嘛 我剛剛講 這個土壤的這個單位重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你怎麼估算也錯不了哪去 但這個K是多少 V'是多少 V'是多少 搞不清楚 所以過去的這個 有人就說那既然這樣子的話呢 你去猜兩個數字還不如猜一個數字 所以事實上呢 用法是用一個 拆一個Beta 就是提出一個Beta的經驗法則 但是這個課本呢 又把它反過來了 他說 他說說實在 Beta也搞不清楚 所以他提出了一些方法 大概的估算 那這個估算機 就事實上又回復到前面的K0了 正常壓密 過壓密的K0 跟這個 唯一的不同是 考慮到 集裝的時候會把土壤周圍的黏土做個擾洞 所以你的摩擦角是一個擾洞後的摩擦角 那如此而已 就比這個沒有擾洞的是V呢 要低一點點 如此而已 那 所以雖然說 真正在工程上希望用一個 單一的Beta 來這個 估算就好了 反正要拆 拆兩個數字 不如拆一個數字 那反正 但是那個數字也不好拆 所以這個 作者提出這個方法 最起碼他可以有一些我們前面學過的 比方說 你如果知道這個黏土是正常壓密的話 本來這K是K0 等於1減去sinV' 對不對 唯一不同現在是把它用擾洞以後的摩擦角 這個擾洞以後的摩擦角怎麼量的呢 如果說用直接簡力實驗 就是你把這個實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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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變的 變得很大 用那個時候的數據呢 來量你的摩擦角 當然是要用 用排水的實驗 三軸實驗的話 就是你要量 孔系水 用有效應力來分析 那通常這樣子一個 就是 殘餘的摩擦角呢 要比那個peak 最大值呢 要小 好了 那如果正常壓密的話呢 你的裝表面的有效應 從有效應來看 即使是黏土 我們從有效應來觀點來看的話 就是 1-3V R' 乘上 這也是 殘餘的摩擦角 的tangent值 乘上 你的 sigma0' 當然 這個隨著深度會變 隨著深度 這個sigma0會變 所以你要加總的話 也是一樣用summation的方法 那如果是過壓密的話 就是 也是一樣 這個 我們前面的講法 可以等一個括號 1-3V' 乘上一個 OCR的開根號 我們有時候用OCR 這個指數是0.5 一樣的道理 那這樣子算的話 這個是正確的 這個要打個括號 那這個 這個表面的摩擦力 從有效應力來看 就是這樣子 摩擦角 原來我們 這個 這個非擾動土壤的觀念 把它換成這個 擾動以後的摩擦角 如此而已 那 這個是不同深度的 表面的摩擦力 也一樣 這個你可以把它分成幾個層 這一層 這個土壤 比較硬一點 那個比較軟一點 這個Vr'會不一樣 那 那 土壤的單位重 差不了多少 這個軟一點 硬一點 差不了多少 那 你的摩擦角 單位面積的摩擦力 算出來之後 如果塵上 那個土層的厚度 塵上 裝的這個周長 架種起來 就變成你 裝表面的摩擦力 重點是 黏土 沒有 臨界深度 對不對 沙土才有 這個是重點 好了 那這個是 截至目前為止 都是要 然後 如果是黏土的話 你要去取樣 你要得到 這個不排水的 減力強度 當然你也可以用其他 限定實驗的方法來 鋪算 不排水的減力強度 那個 無論如何 都是先要得到 不排水減力 或者是 Vr'然後再 估算 裝表面的摩擦力 那在工程上 我們經常是用 也可以用限定實驗 限定實驗 限定實驗 圓錐灌入實驗 我們在這個 課程的早期 也提過了 圓錐灌入實驗 這是個 3.5公分直徑的 一個圓錐 朝地裡面灌 後面一個摩擦套筒 那這個摩擦套筒 量到的摩擦力 這個跟機裝 不是很搭配嗎 這個你裝 也是在 一根棍子 很長 灌到地裡面去 我希望估算這個 土壤跟它表面的摩擦 它是多少 那我在圓錐灌入實驗 後面一個摩擦套筒 我也一樣的灌下去 只不過呢 這個圓錐的是 這個尺寸很小 只有3.5公分 這個機裝動不動一米 或者更大 這個中間呢 根據過去經驗 有一個尺寸的關係 所以要做一個修正 好了 這個到底尺寸關係 有多大多小 也搞不太清楚 也是一樣 根據過去裝載重實驗 還有做圓錐灌入實驗 做套筒的這個量測 做一些歸納 因為我的圓錐灌入實驗 是金屬做的 灌下去這個金屬 跟土壤之間 跟黏土之間摩擦 裝可以有混凝土的 也有木頭的 還有鋼的 對吧 除了這個尺寸效應 還有這個材料的影響 所以這個 在工程上 我們用的這個方法 會考慮這兩樣因素 那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FC 就是我在圓錐灌入實驗的 這個套筒 的摩擦力 這個是alpha prime 那也跟alpha方法 很類似 這個如果土壤越強的話 你的FC就會越大 FC越大的話 你的alpha prime就越小 好 那這個 這裡面 如果說很低很低的話 這個alpha prime 也可以大於1 然後呢 混凝土跟木頭裝 表面比較粗糙 跟土壤之間 可以比較容易 形成凝聚力 所以這個alpha prime 比較高 鋼裝呢 就比較小 但無論如何 這也都是經驗法則 對不對 這個都不是很對 但是也都不會差到太多 好在沒有關係 我們這個靜態的分析呢 就只能做一個很粗糙的一個估算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的方法來檢驗它 所以不要急 所以 我不會建議 克本領域用方法 把不同的方法拿來做平均 這個是不對的 或者我認為這個太大了 把它拿掉了 另外那個 這個誰說那個大那個小 這個誰講的 都沒有道理 每一個都沒有道理 所以這個後面呢 我們還有一些方法 講一些方法 怎麼樣來驗證它 所以靜態分析 只是一個非常粗糙的一個歸納 所以你看 尤其那個lambda方法 這麼大的裝 只給一個lambda值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用圓錐掛容實驗 來估算這個 裝表面的摩擦力 那沒有人規定裝一定都打到土裡面 這個前面講過 這個如果說在距離地表合理的深度之內 有很硬的土層 甚至有岩石的話 那那最好了 我就直接把裝打到岩石上面就好了 乾脆其他什麼表面摩擦都不要算了 岩石很硬嘛 對吧 所以 過去呢 也發展一些方法 用來估算 如果裝打到岩層裡面 裝兼阻抗是多少 你就不要去擔心 在打到岩層裡面的裝表面的摩擦力的時候 根本不重要 因為這個數字就變得很大很大 為什麼很大呢 如果你把裝打到岩石裡面的話 它的裝兼的單位面積的這個承載值 小寫 等於QU QU就是岩石的無微壓縮實驗 乘上一個nV 這相當於我們土壤裡面承載因素了 但是nV 這個nV很簡單 就是 tangent平方45加2分之1 這也就是半經驗法則推展出來的 也就是說 當你一個裝打到岩石上的時候呢 它也會有一個放大效應 這個除了岩石的本身的無微壓縮強度之外 還要乘上一個放大效應 這個摩擦角越大的話呢 它就放大效應越大 這個摩擦角就算等於0的話 這個tangent45也是1嘛對不對 這個1加1最起碼是2了 所以這個放大效應還蠻大的 那這個 但是呢 這是另外一個scale of five 我們 人都有一個潛意志 這個岩石在地裡面多多少少都有些裂縫 當你去取樣 我們前面講 鑽灘 鑽灘水整個 用岩芯取樣器 取樣出來 多多少少會一些破破裂裂 會斷開來 很難說一根 取樣出來一次一根直直的一個完整的這個岩石 那我們做實驗的時候呢 我會找一個完整的來做 才有辦法做這個無微壓縮實驗 都破破爛爛怎麼做 但是呢 這不表示地裡面是這樣的 地裡面就有一大堆裂縫 所以scale of fact 你實驗室裡面 你挑一個完整的岩塊來做實驗 但是現地裡面這個一大堆裂縫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修正 在現地裡面的強度呢 會比你實驗室要小很多了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這個實驗室裡面岩石 拿來做無微壓縮實驗的強度呢 要除以5拿來做這個數字 做設計 就考慮到 這是另外一個scale of fact 擺進來之後 我要再放大 放大土壤的這個摩擦角 岩石的摩擦角 越大的話呢 這個放大效應就越大 所以我真正的設計 用這個公式 那這個是我在實驗室裡面的 無微壓縮實驗除以5 為什麼除以5不是6 不是3啊 沒什麼道理 就是過去的經驗 這個數字還可以 還符合我們安全的這個原則 把它擺進來 然後乘上NV NV是岩石實驗裡面 決定摩擦角的方法 這個課程就不講了 非常類似於土壤的實驗 只不過岩石因為很硬啊 所以需要加帶微壓也很高很高了 那這個實驗非同小可 但是基本上的原理是一樣的 那這是你激裝的橫斷面 這是這個設計的方法 除以一個安全係數 通常用3以上就可以了 那大概你可以了解一下 一般的這個岩石的無微壓縮實驗 Sandstone, Limestone, Shell 這是砂岩,石灰岩,葉岩,花崗岩, Marble 就是我們這個 相當於我們這個大理石類似的 那 大的無微壓縮實驗 強度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高 那當然就是 我們一般做這樣的實驗 是挑一塊完整的岩塊來做實驗的 在現地裡面一大堆裂縫 所以你到外面去看岩石 什麼時候沒有看到岩石沒有裂縫 一定有 那莊越大的話呢 這個裂縫對它影響就越大 即使裂縫紀律遠一點 也會影響那個莊的這個安全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個實驗室裡面 求出來的無微壓縮強度呢 要吹舞 好啦 那我剛剛講過呢 做實驗呢 岩石也可以做三軸實驗 類似土壤一樣 也可以去量vprime 只不過呢 那個不好量 壓力要很大很大 這個設備很硬很硬 我們交通大學實驗室也有這個 岩石的三軸實驗儀器 那是花了千萬買來的 非常昂貴的儀器 那 所以根據過去的人做的實驗 大概摩擦角呢都還好 摩擦角都還好 這個跟土壤 除了幾個以外 這個花崗岩 40到50度以外 其他這個也有share 10到20度都有 那這個是一般岩石的摩擦角 我們來看看 一些立體 把前面的方法整理一下 這個pile灌入到saturated clay 這個圖裡面 那 Calculate the skin resistance qs by one alpha方法 對 然後呢 lambda方法 然後再beta方法 這個beta方法呢 要用這個vr 就是residual friction angle 說這個對三個粘土層呢 都把它當作是30度 那麼粘土上面的10米是正常壓密 粘土的下面是過壓密 OCR等於2 這個呢 事實上這個立體是非常誤導 非常誤導 就算是很軟的粘土呢 表面上呢它還是比較硬 表面上的OCR會比較大 為什麼會這樣 你們有沒有到這個 海 不知道海邊 河邊比較好 河邊上那個 走到這個快接近到水的時候 你會發覺一不小心 就沉下去 表面有個殼有沒有 有沒有這種觀念 有沒有這種經驗 還是各位從小到大只顧念書 從來不出去玩 對不對 如果說河邊上 為什麼河邊沙 這個海邊的沙灘 不會這樣子 是沙土 如果是粘土的話呢 被太陽一曬 會不會蒸發 不會蒸發 表面呢 不會蒸發 粘土你就認為會不會蒸發 這個女孩子們比較有這個經驗 如果臉上要塗那什麼保養的東西 讓它乾一下就一塊 然後剁一下 一塊塊就掉好了是不是 有沒有這種經驗 我一直是想像 我自己沒用過 這個 無論如何 即使是很軟很軟的黏土 經過太陽曬以後 它會揮發 會乾燥 變成硬殼一個 對不對 那硬殼 你認為這個裡面水被蒸發掉 會變成怎麼樣 就相當於黏土變過壓密 或者 即使這個黏土很軟 這邊有地表有草 有樹 它會從黏土裡面去吸水 它把水吸走以後 表面就硬了 所以你要畫這個過壓密 過壓密比對深度的關係 黏土裡面 這個觀念是很容易誤導學生的 我們學生不應該被入導 這是深度 這是OCR 通常你要畫OCR的話 對深度的OCR 過壓密比 是這樣子 地表大 下面小 經常發生一些工程的災變 就是這樣發生的 不懂土壤的人 沒有概念的人說 這地表突然很好啊 沒問題啊 什麼時候會發生災變呢 就是要搭臨時的支架 各位有沒有偶爾在新聞上會看到 某某陰架倒塌有沒有 工人掉下來被壓死掉 有沒有聽過這種新聞有沒有 聽過吧 都聽過吧 怎麼會發生呢 就是因為這裡面經常不在台灣 他們說我在美國也碰到過 處理過這種事情 就是一樣的 不懂的人 結構工程師 或者是管錢的 這個太簡單了 這個陰架的話呢 很簡單啊 暫時性的結構物啊 所以他也不會去做什麼土壤調查 什麼都不會 他踩一踩 這很硬很好 上面就擺一個混凝土塊 然後上面就擺支架 就是你的陰架 撐上去對不對 撐上去以後 可能就七八層 十來層高 那麼高 上面是模板 灌混凝土 對不對 然後突然間 嘩 垮下來了 十幾層樓 工人從來掉下來 還能活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種事情發生 都死人對不對 這個新聞 我一講就知道對不對 反正這個幾乎 年年會發生 過去會發生 將來還會發生 就是因為這個交大畢業的 工程師還不夠多 我是這樣 這個 所以你們知道了 當你這個基礎 你表面沒有做探勘 沒有去思考 沒有去了解這個事情 你認為它很硬 這底下是軟的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說這個下面是過壓密 是歐斯亞等於二 這個又是胡說八道 這個歐斯亞等於二 在工程上叫做輕度過壓密 輕度過壓密 跟正常壓密是一回事 沒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輕度過壓密 跟正常壓密是一回事呢 這個黏土白酒了 多多少少 就有一些 你硬要按照規矩來算的話 它就會有過壓密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 預壓密壓力呢 會比這個 現在的幅度要大一點 那很不幸呢 我們畫這個圖 你又不小心 你回覆到你的 看這個土壤實驗的課 你的水平坐標是log 是不是這樣子 還記不記得 這是 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log 這邊只要稍微偏一點點 這邊就很多了 要偏二很容易 所以呢 什麼樣才是真正過壓密土壤呢 少說到五以上才算過壓密 這對我來講 都算正常壓密 那這個當然跟這個議題 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各位以為是一樣 講到這個呢 讓各位要了解到 你要整個要融會貫通 去思考這些問題 不要迷迷糊糊 一二三四 人家怎麼講就怎麼像 怎麼信了 好了 所以 再回覆到它 我們暫時相信它 雖然是它錯的 我們將錯就錯 那如果上面OCR等於1 下面OCR等於2 好了 那因為這個牽涉到等下 K字怎麼算 對不對 那 那 然後呢 使用這個 11.2 在前面的這個立體 也是在這個黏土裡面的激裝 它算那個 最尖阻抗了 QP了 那這樣子 有個QS加上QP加起來 出一個安全系數 就是 unallowable 好 我們先從Alpha方法來算 它裝的直徑是406mm 長度30米 對不對 那麼 根據Alpha方法 對 Alpha乘上CU Alpha的大小跟CU有關 它把這個土壤分成三層 這個地下水位以上 有5米 地下水位以下 有5米 對不對 在下面是這個 所謂的過壓密土壤 那過壓密呢 所以這個強度比較強一點 那 所以是這個前面30 這個是不排水減低強度 所以越軟的話呢 這個Alpha值就越大 對不對 所以不管你這個數字 是絕對的值差多少 這個趨勢你要對 所以我考試的時候呢 你如果說這個 這個表上寫0.85 我寫0.82 這個不會怪你 但是呢 明明是軟的土壤 你的這個Alpha 會比這個硬的土壤要低的話 那就不客氣了 那就錯了 你要去了解到這個背景 為什麼 是你想到Alpha 就想到牙膏就對了 好了 那按照這樣算過來呢 這個Q 全部的摩擦力呢 大寫了 全部加起來 是1538kN 這是Alpha方法 Lambda方法呢 整個機裝 只有一個Lambda 而且這個Lambda 決定是跟土壤行為 一點關係 裝了長度 30米 30米呢 只有一個Lambda 那就回去這個找Lambda 30米 0.136 剛剛那個Alpha 對不對 這個不排水簡易強數 是30 30 除了大星 17個大星 0.3 所以0.82 那有個100 100大星 1也是100 所以1 到1 0.48 如此而已 所以 你不要查錯了 趨勢要對 絕對數字錯一點 這個 本來就沒有那麼精密 但是呢 趨勢錯了 那肯定錯了 強度越強 Alpha越低 強度越低 Alpha越高 所以Lambda 只有一個 這個 這個把這個 不排水簡易強度 做一個加全的平均 10米 20米 對這個上面是30 上面是30 後面是100 所以加全平均之後76.7 對不對 然後呢 算這個 整個機裝裡面 從上到下的 平均的 垂直有效應力 他也考慮了不同的這個單位這種 事實上對我來講 都沒有意義了 你只要用一個就可以了 比方說18.5 19 單位重 然後算到機裝的最底下 然後取一半 反正是個三角形 當然這裡面還有 這個有效應力不能這麼簡單 這個有效應力的話 就有地下水位的關係 地下水位上面 水位下面 水位下面 就要浮土的單位重 水位上面就用總單位重 所以算出來 這個你們應該很熟悉 就到現在應該是很熟悉的 好 好啦 所以Lambda呢 按照裝的長度 30米 是0.136 其他的就套這公司 算進去了 所以平均的表面的摩擦 是45kN per square meter 所以QS是1727 我們跟前面的alpha方法 比例去看 答好在這邊 17271538 還好 差的還可以 再來看看這個Beta方法 他說前面10米是正常壓密 所以而且Vr'是30度 所以我K值就是1-3V'的Vr 乘上tangent這個整個摩擦角的 表面的摩擦是K乘上tangent的Vr' 再乘上這個深度內的平均的垂直引力 0-5米地下水位以上 那這一段是這麼多 算到K值 5-10米呢 是附圖壓力變小了 所以這個從90到130 對不對 那這個表面的摩擦平均是這麼多 那從10到30過壓密 所以要乘一個開根號 這個OCR OCR等於2 所以這個底下這一層 最底下這一層 這個過壓密比的那一層呢 這個平均的表面的摩擦力是這麼多 所以這個全部的力量加起來 總共的QS乘上周長 因為這個 這沒有長度 這個長度在這裡面 5米5米20米 全部加起來2670 這就比前面大很多了 好了 我們來看這個作者怎麼處理的 他說這個比前面大太多 這個丟掉了 前面兩個做平均 這沒有道理 一點道理就沒有 好了沒關係 我們先暫時接受他的看法 他說這個QU要等於QP加上QS 這是前面計算的結果呢 QP是133kN 這是大寫的整個力量 那QS就說了 這個太大了 把這個丟掉了 前面兩個平均 所以1632kN 所以 從這個計算 你可以看得出來 莊間的主抗 只有133kN 算是噸的 只有13噸 這個表面的摩擦有多少呢 163個噸 就是這個QN是除了死 它變公噸 那按照它的方法 這兩個相加 處理安全係數 440個QN 如果做了半天 這個裝只能承受40噸的力量 這是在黏土裡面 那這個說實在 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立體了 真正在工程上 大概這個機裝也不能用 這個OCR.2 它還是一樣太軟 這個它只算承載值 還沒算呈現了 你把呈現算下去的話 那恐怕就會變很大了 所以這個是不好的一個例子 你竟然上課做一個紀錄 以後做工程師要思考這些問題 你不能夠程序上1234跟我怎麼講 我就怎麼算了 好 再來看下面一個例題 一個混凝土3015mm x 305mm 是方的混凝土集裝 預住的 Driven to a depth 20米 Blow ground surface 是一個飽和的黏土 A summary of the variation of frictional resistance FC 就是這個圓錐灌入實驗 這個套筒的摩擦 這個套筒是如此 大概0到6米的平均值是這麼多 6到12是這麼多 12到20是這麼多 那現在是一個混凝土的集裝 那要估算這個裝表面的摩擦力 力量 這個表再copy過來 對 FC除上PA 他說這個FC呢 哎呦 對 大概這個是 變成公斤Cm平方 這個 大氣壓力是1公斤平方 好 所以這個FC除上大氣壓力 就是0.35 除上0.56 等等 一次類推 所以大概都在這個附近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邊又變成KN per square meter 好了 那除以100 反正一樣 都是0.34 0.54 你就alpha大概是多少 按照這個表 來找 這個圖 這個經驗的法則 沒什麼道理的 根據過去的很多的這個統計 實驗的統計 6米 這個不同的深度 總共6米 6米 8米 那從 你這個 從這上面找到的alpha 反正我找的話 要找 concrete 這個混凝土裝 0.34 0.54 0.54 0.70 大家都在這一代 所以算出來alpha 都0.8 0.7 0.6 算出來 也是一樣 越重的話 這個alpha prime 越小 這個 不是 越強 這個FC越大 一般 就是土壤越強 才會有比較大的這個 套筒的摩擦力 那這個QS 所以算出來是931kN 90幾噸 好啦 關鍵來了 我再一次給各位賣個關子 是說 所有的靜態的分析呢 是僅供參考 而且呢 不同的區域 可能經驗多了 用某一種方法呢 對的機會比較大 我們就會用這種方法 課本呢 為了展示這個 展示所有的方法 所以把通論方法都跟你講了 對不對 那說不定到某一個區域 這個區域認為 這個方法 alpha方法用的比較好 我們用這個經驗非常豐富 這個數字就對了 誤差比較小 你硬要用beta呢 誤差就很大 或者用lambda lambda是這個海裡面用的 結果你用路易上用 所以誤差又比較大 等等 但即使你說 我就算不喜歡這個經常常用 我隨便用錯 用錯會怎麼樣 我們工程上 只要集裝量大到一個地步的時候呢 在法規上會要求你 你要做裝載重實驗 沒有人相信你計算是對的 那你亂算一通 這個或提供一個數字很不保守 這個算出來 隨便打個裝都可以支撐 那還得了 所以我們在工程上有一個體系 你這個工程到某個地步 你要證明給我看 比方說我們高鐵的這個機裝 這個打了十幾萬支裝 這個怎麼可能讓你這個 隨便算完就這樣你就裝了 所以先要做幾個實驗 證明給我看 然後呢 每多少裝再做一個實驗 這個有這個所謂的測試 就是說我的安全係數到底有多少 一個測試 然後呢 還有一個品質檢驗的測試 這些測試呢 都做一個載重實驗 那這個載重實驗 基本上我這個 這是我的裝已經打到地裡面去了 然後做一個反力架 旁邊還有這個反力機裝 把這個架子抓住 否則都要一頂這個架抬起來 上面裝一個油壓缸朝下壓 然後呢 我在壓的過程中 我要量我到底加多少力量 這個裝成了多少量 都有感測的 這個感測器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才來驗證 我前面算了 到底對還錯 這個 所以這個叫做 激裝的載重實驗 那我們一般呢 會加載 然後還要再減壓 這減壓也有它的道理 這減壓的道理 為什麼減壓有道理呢 一般來講 我們裝打到土壤裡面 這個 土壤呢 是很容易就達到一個塑性的變形 這個土壤你做實驗的話 這個是硬變 這個是硬力 加載變成這樣子 你如果減載的時候 它不會站回來的 它一定站回來的 為什麼 這都塑性變形了 這個壓下去就變 就永久性的變形 它不回來了 所以這叫塑性變形 所以為什麼做激裝實驗呢 也一樣 加載之後要減壓 減壓 你再彈回來呢 是裝本身 比方說鋼裝 或者混凝土裝 壓下去 這個材料 還有一些彈性 會彈回來 那不彈回來的那一部分呢 就全部是土壤的塑性變形 所以這個 這裡面有大概一個估算 所以就Net 這個Net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這個裡面 這個比方說壓到這邊 整個的這個 呈現量是你在地表量的 大概這個裝底下呈現量多 我不曉得 但是我知道等我解壓回來之後呢 這個解壓彈回來的量 大部分可以相信是 裝本身彈性變形彈回來了 沒有彈回來的部分呢 就是機裝 底下突然被壓下去 永久的變形 對不對 所以這個彈上來的呢 要從這邊扣掉之後 剩下來就是這個 裝底的這個 這個 這個呈現量 那 所以這個Net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是Total 然後 這個裝呢 這個全部的 在地表上量到的呈現量 減去 裝本身彈性的變形 這個彈性變形 賴皮的方法 用解壓的方法量的 彈回來的都算 裝了這個彈性變形 當然 嚴格上來講 突然也有一點點彈性 彈性的回彈 但是量很少 大部分這個機裝本身 所以把它剪掉以後 就是Net 就是真正土壤 在底下感受到的呈現量 因為我 除非我底下已經量去 否則的話 我量不到下面到底變形多少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Net Settlement 就是Settlement at Pile Toad 裝在最底下 Elastic 就是裝本身的彈性變形 這個 課本上列了兩個 這個叫做Q Q 1 1 2 這個又是一個不好的一個例子 為什麼不好的例子呢 我們先回覆到一下 先去想想看這個問題 我說這個靜態載重實驗的 就是緊供參考 有發生誤差 那很正常 反正都是經驗法則 那我要驗證 我做驗證總對了 你看我已經做了載重實驗了 這個實驗非常貴 這個 等一下給各位看 我們台北101到了做載重實驗 五六千萬 做一個實驗 五六千萬 那很不幸花了五六千萬 你總給我一個很明確的答案吧 那所謂的QU 理論上應該怎麼樣呢 這個是 加載了力量 這是呈現量的 對不對 我們算DELTA表示 如果說我的實驗結果到這邊 裝斷掉 變成這樣 最好 對呀 那這就是QU了 是不是這樣 多好 有一點類似這張圖 很不幸 絕大部分 99.9%都不會這樣 這個裝也好 土壤也好 不會突然斷掉了 壞掉了 很不幸 他就給你一個 這樣一個曲線了 那我問你這個曲線 什麼地方達到QU了 沒有一個很明確的點了 對不對 都不明確了 那這個又是一個解釋 那很不幸的 這樣的一個曲線 大部分的狀況 99%你得到的是這樣一個曲線 就是有點像這個兔一樣 這個不管你畫Net也好 你不是Net 都是這樣子 那就問題就來了 那好了你跟我講 你前面說靜態分析都是很粗糙 估算 大概 你載重實驗總共花好幾千萬 做一個實驗 你跟我講 載重實驗是多少 還搞不清楚 那這個客戶知道還不氣死了 對不對 給你這麼多錢你幹什麼 好 所以這個是事實 好在進來多少 這個慢慢慢慢 我們對於這個激裝的了解也多了 我們對於激裝做載重實驗 能夠量測的項目也更清楚了 比較完善 大概在十幾二十年前的話 光解釋這樣一個曲線 那你跟我講這個QU到底在哪裡 少說有50種方法 沒有一種方法有把握 沒有一種方法是絕對是對的 那現在呢 慢慢慢慢 已經慢慢 這個 歸納出來了 我們在課本上 我也只建議一種方法 哪一種方法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所以這個 裝載重實驗是用來 真正驗證我 到底這個裝打完之後呢 能夠承受多少 因為將來上面是要擺我 蓋我房子 蓋我橋樑 對不對 高鐵什麼 該蓋什麼就該蓋什麼 我家的力量也是靜態載重 所以我是模擬將來的載重狀況去做的 應該蠻合理的 對不對 重點就在於 到底你認為這個QU在哪裡 這是個曲線 沒有一個明顯的折點 都這樣掉下來 絕大部分都沒有這樣的現象 好啦 給各位看看 這是我們台北101的載重實驗 你看要不要花五千萬 光這些糧 這麼大的糧 這麼多密密麻麻的鋼筋 下面是光 為了做這個測試的機裝 旁邊打了好幾個機裝 來拉住這個反力糧 對不對 否則的話這個多少力量 有五千多噸 你看這每一個紅色 都是一個油壓鋼 全部五千多噸 光這實驗 這是世界級的 所以說我們這個台灣 全世界沒做過幾次 這個載重實驗 好 問題來了 也是一樣 我們這個 就算台北101 也是這樣的結果 你跟我講 它到底QU等於多少 我們載重實驗 一般可以用low control 或者是rate control 什麼叫做low control呢 絕大部分是low control 油壓鋼 好 五千噸 你不能慢慢加 一次加10噸的話 就加到這個 加不完 一次加100噸 或者一次加200噸 那 就是我一次加一個一定的數字 或者我用一個油壓鋼 一個pump再打 每一分鐘呈現都好 一般來講 都是low control 所以說每加一個載重 每加一個載重 我量它的呈現量 這個裡面還有很多細節 怎麼量 量多久等等 我們在課堂上就不講 你大概知道我要去量 每這個點 好了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你當一個工程師 你認為要決定一個完整的曲線要幾點 像這種實驗 少說裝個10點15點 從這邊到這邊 解壓沒關係 解壓三四點就可以了 大部分這個直線 一拉拉過來 硬要偷工減料 兩點也可以了 對不對 加壓的部分 所以我們通常加個10點15點左右 那把這個曲線畫出來 你也可以畫net 這個也不畫不net 但通常這個net 這個這樣畫 給自己找麻煩 通常我們做解釋不畫net 就是說因為它這種講法 也是估算的 從這裡面扣的 從回彈的量裡面 認為反彈回來的都是裝的彈性變形 然後再回過頭來 把這個反彈的量從那邊減掉 那真正的你如果要花net的話 我們現在也有技術 可以一直在加載的時候 量這個裝底下到底動了多少 你也可以去量 那量的直接畫 那可以 但是也不必要了 一般來講還是用total total settlement 就是裝頂上量到的這個呈現量 來估算這個曲線 到底這個QU點多少 那這個是重點 所有的這些東西 前面都講過 前面通通都講過 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以前50種方法 沒有一個人有把握 現在大概的 我們慢慢經驗多了 而且量測的技術也比較好 經過最近多少年的量測 大概歸納出來 這個方法 在1970年代就提出來了 這個名字你都要記住了 記住了 什麼會被大量的使用呢 大家來接受呢 就是因為它考慮了這個裝呢 彈性的變形 這個課本上講到這個net呈現量 是有一點的道理 但它沒有把這個道理講出來 這個裝很長的話呢 我們來想想看兩個狀況 一個很長很長的裝 我們現在如果這個底下 土壤都一模一樣 另外一個很短 這個底下的呈現量 這個所謂的net都一樣 你上面加一個力量下來 這個裝很短 它上面彈性變形也比較小一點 這個裝很長 下面呈現量如果都一樣 對不對 力量如果傳到底下都一樣的話 中間這個彈性變形就大很多了 彈性的變形它長嘛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這個結果的解釋 它本來就是一個曲線 本來就是要有一點智慧了 本來就是一個曲線 你要把它解釋出來的話呢 你要考慮到裝有多長對它的影響 裝本身彈性變形的影響 所以Davidson方法會被大家廣為接收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它裡面有這一項 來考慮到裝的彈性變形的影響 你看這個L 越長的話就越大 反正QU如果兩個圖一模一樣的話 QU都一模一樣的話 裝的材料也一樣 楊式模式也一樣 它橫斷面積也一模 越長的話這個就越長對不對 所以說我要解釋這個曲線 它現在這個圖就不是Q net 這個就是Settlement 全部的 我先畫一個 這個斜線呢 虛線呢 先從0開始畫 那這個 這個畫呢 這個QU 隨著QU 乘上L 乘上AP 這個乘起來 隨著QU變大 這條線就是直線 因為這個LAE都是常數 對不對 就一個直線 好 然後呢 要找這個QU呢 把這個虛線從0的地方朝下移 平移的量是多少呢 平移的量就這麼多 什麼叫第二呢 這個機裝是參考 機裝的參考 我們用一個參考值 這個 這個 在1970年代 美國還用公字 來英字 這個DR 現在變30公分了 不是30mm 300 就30公分了 沒那麼小 300mm 當時是1英尺 好了 那另外一個數字呢 就是0.1 這個D1除上D2 我前面有講過 我說莊肩的表面的摩擦 莊肩表面的摩擦呢 它要充分發揮的話呢 它的這個位移量相對於土壤呢 只要5到10mm就可以了 對不對 有沒有講過 莊底的這個呈現呢 要充分發揮的話呢 這個要是跟莊的直徑有關的 對不對 莊的直徑有關 所以莊的直徑 這個 越大的話呢 反正跟莊的直徑大概是10到20之間 所以它這邊用10來表示 對 好了 那 越小的話 這個莊如果變得很小很小 這一項就變小 最起碼有這麼多 對不對 還是要有些位移量才會發生 那這個時候呢 就由這個莊表面的摩擦力來掌控 所以乘上300了 不是30了 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 所以你的 要用這個 這是你實驗的結果 裝載重實驗的結果 你先畫一個直線 這個直線的斜律呢 就是L除上A 對不對 然後這條線呢 朝下移 移的量呢 就是這個 這個DR是先告訴你 參考這個直徑 對不對 然後D呢 是裝真正的直徑 擺進來 那這一條曲線呢 跟這個實驗的結果 相交在哪裡呢 我們就認定它是QU 就這樣 那這個方法也不是很嚴謹 你看起來 這個那 我只能講 把我們從頭到尾 集裝講的行為的 這個重點都展現在這裡面 對不對 雖然其他也有50種方法 沒有一個考慮到這些因素 如此的完整 或者有考慮也類似 所以我們把它通通聚集在一起 這個最具有代表性 考慮到集裝的彈性變形 考慮到裝底的這個呈現 要發生這個極限承載的 要有貴一量 要跟裝直徑一定的比例 當它是很小的時候 你說跟裝直徑的10% 裝如果只有2公分 3公分的時候呢 那這個速度很小的 你這個摩擦的 要發生摩擦的話呢 主抗最起碼是5到10個minimum 那我就靠前面這一項 這樣子 所以這個方法呢 使用的這個蠻廣泛 所以課本上也是如此 這個我也贊成 還有一個現象 還有一個現象叫什麼 叫做freezing effect 這門課一開始我也講過 天底下萬物都遵循同樣的原理 如果今天規定各位做這邊 現在他做兩個鐘頭 站起來就有一點 筋骨不太靈活了 對不對 如果做這邊一個禮拜不准動的話呢 你恐怕站不起來了 如果這樣做一萬年的話 就變化石了 對不對 做得越久的話就越硬 是吧 這個土壤擺在地裡面 動不動幾千年幾萬年 對不對 這個機窗打下去呢 這個也希望是用幾十年 對不對 水越擺久的話呢 就會越硬 那這個變化 最大的時候就是在施工完的那一段 很短的時間 所以呢 這個現象 我們裝在 不只是打黏土裡面 黏土你可以想像 它要壓密 打下去以後 孔溪水耳會被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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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溪水耳會被消散掉 強度變大 這可以諒解 沙圖也一樣 就算你機窗打到沙圖裡面呢 也等一段時間以後 它的這個承載值會隨著時間而增加 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現象 比方說這個是機窗 打下去的時候呢 你大概remoted zone 旁邊被你擾動的 有大概機窗直徑的0.5倍 外面呢就被擠壓了 大概是1.5倍 到真正沒有影響到很遠了 大概機窗外面兩倍直徑以外的地方 那隨著時間 這個剛開始的時候呢 因為被擾動 你的強度大概會變這樣子 這個 但是這個 這是你剛要打完的時候 隨著時間你的強度會回來 會變高 所以說做裝載重實驗 不是說那個裝做完了 馬上去做載重實驗 要等 一般呢 工程上的做法是等一個月 等一個月 因為我將來這個機窗打完 等我蓋上房子 橋樑高鐵 那幾年以後的事情 所以一個月肯定是合理的 不會不會 因為我一個月之內 大概不會去接受載重 所以一個月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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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實驗呢 是正常的 這個隨著在這一段時間 裝的強度 承載值會增加的強度 這個現象叫做freezing 就好像會 凍結一樣 或者叫setup 那在課本上只講說是黏土 還不要講軟黏土 硬黏土 這個沙土 都一樣 通通都會 都會有隨著時間呢 只不過呢 越是硬的 越是這個緊的沙子 這個這個 這個效果就很有限 那這個軟黏土 或者鬆沙呢 隨時間而增加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現象的比較明顯 這個現象叫做freezing effect 好 我們來看這個立體 所以一個裝載重實驗這個結果 這個 20米長混凝土裝 406x406mm 在沙裡面 Using Davidson的方法 決定ultimate of QU 那麼裝的這個材料的陽式魔術這麼多 所以我們這個公式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300了 我剛剛原來那個DR30是錯的 大家注意到300 那DR等於300就是參考的直徑了 第一等等 把它帶進去 所以說 SU呢 不是小寫的 對 對 在相對應於 這個極限承載值的這個呈現量 是這個 是這麼多 這個QU為什麼還沒進來 是因為你要找這個 這條線 直線跟這個 這個試驗的曲線 相交的地方 好了 那這個 從這邊 你這個用圖上來看 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用什麼島公司 什麼東西 大概估算一下就可以了 差不了那麼多 因為這個方法 也是沒有那麼精密的 等一下 我剛剛不是講 這個基裝 剛剛你看了那個 台北101的基裝 花了5000萬 做完載重實驗以後 那個裝也丟掉了 不用 為什麼不用 你把壓壞掉了 壓到QU還超過 所以再擺 把這個載重上去 就不安全 對不對 所以這種 把裝壓壞的實驗 我們做的不多 因為大工程才要用 這個高鐵也是做了幾個而已 十幾萬支裝做幾個 因為這很昂貴 然後做完之後 這個裝還不能用 壓壞了 把它壓到這個 超過QU值 曲線才畫得出來 對不對 那還得了 那你都做了 這個所有的基裝都不壞 都不能用 所以我剛剛不是講 有這個品質檢驗的裝 什麼叫做品質檢驗的裝呢 我這個是QU做出來 不是這個FS安全係數嗎 是等於Q allowable 對不對 那我說我們真正在設計的時候 安全係數大概是2.5以上 2.5到4了 對不對 所以我的產品大量生產 大量做的時候呢 10幾萬支裝 這個台北伊利少說 也有上百支裝了 我的每一個 allowable 我知道啊 我設計有 經過我一個破壞性的 雙載重實驗呢 我知道QU是多少 除上安全係數 檢驗我的靜態分析 對不對 這才是你終極的檢驗啊 算出來 比方說好了 這個QU 載重實驗是1640kN 我安全係數4好了 所以大概呢 我的Q allowable是400kN 對不對 當我在大量做的裝的時候呢 我每挑五個裝要做一次 但是這個時候呢 我只做這個平管式的裝載重實驗 我把這個Q allowable乘以2 我只加800kN的力量上去 然後呢 再加800kN的時候 它呈現量不能夠大於多少 我就接受了 那這個大於 到底要大於多少 這個在合約上可以規定的 所以這是我們一般工程上的應用 就是說不會說 每次實驗都要給我 都壓壞掉 壓壞掉 那這個做不完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我裝我也知道 剛開始我到底這個設計 安全係數有多少 Q有我知道 然後呢 在施工的時候 每多少根裝 我隨機的檢驗 所以營造廠還不敢偷工檢料 這個這個 壓到安全係數比方說 這也是合約可以規定 或者1.5倍 2倍都可以 大概一般不會超過2倍 2倍還接近破壞 把壓壞也不好 加到一個 準許值的這個 呈現量之後呢 準許值之後 呈現量不超過某個數字 就接受了 這是我們一般工程上的應用 所以這個 我講前面的淨碳分析 僅供參考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的方法 來檢驗它 好了 這個課本裡面 列了一個這個 裝的彈性的呈現量 好吧 這個 我們顧且相信它 好來試試看 那這個基本上 沒有什麼道理 為什麼沒有什麼道理 機裝的彈性的變形 一個材料的彈性變形 從你們從材料力學裡面學 彈性變形裡面 有計算的時候 有沒有加時間在裡面 有沒有 都沒有 也就是說 它這個發生是即時的 對 裁量的確骨刻定律 硬力除上 陽式模式應變 沒有說 這個1秒鐘這樣 2秒鐘 8秒鐘這樣 對不對 就打算加一個硬力就有應變 那也就是說 如果機裝要發生 彈性變形的話 也是即時的 我在蓋房子 它一面蓋 一面壓它 一面沉 如果有的話 一般彈性變形也很小 而且發生的時候 是即時的 什麼事情只要是即時的 都好辦 這個我呈現多一點 我把這個墊高一點就好了 把墊平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門歪了這個墊高 只要在施工的時候 都好辦 這個什麼時候不好辦呢 所以時間有因素的 你發生在蓋好之後 五年十年二十年再發生 就麻煩了 整個房子都蓋好 你再變形的話 房子就會裂了 這個門打不開 窗子打不開 等等 這個 好了 如果說真的要算的話 大家可以把它分三份 一個是這個 這個 裝本身的彈性變形 裝是個彈性的材料 裝肩壓在地裡面 土壤有一部分 就好像我們淺基礎 也有彈性變形 彈性呈現 然後裝表面 它會有一個摩擦 散到土壤裡面去 就好像把它分開來 一 這個裝裡面的 二 三 大概是這樣 是全部的彈性 彈性呈現 有這麼多 這個 建議各位回去 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裝內部的彈性變形 這個是公式 這個 這個通通從虎克定律推出來了 你從微積分的觀念 就可以推出來 而且你可以推導出來 為什麼 這個裝表面的摩擦力 如果都是這個常數的話 這個 這個 希臘的符號 好像念Psi的樣子 這個Psi就是0.5 如果旁邊是這個 一個拋物線這樣的形狀的話 大概是0.5 也是0.5 如果是三角形 0.67 你可以算 為什麼可以算呢 這個 這個 任何一點的Qs 在某個深度 對不對 除上激裝的橫斷面積 如果橫斷面積 是常數的話 就是你在這一個 深度的 硬力嘛 對不對 那一段深度的硬力呢 除上激裝的陽式魔術 就是你在那個深度的硬變 對不對 那個深度的硬變 乘上那一段激裝的長度呢 就是它的彈性變形 在某一個深度 就是我把它抄到這邊來好了 你再把這個 硬力 在這個裝 Qs 不是講Qs 裝內部的力量 內部所有的力量 隨著深度 把激分下來 一路激下來 你把這個Epsilon 乘上掉 一路從 裝頂上 激到底下 就是全部的彈性變形 那Qp哪來的呢 Qp怎麼做的呢 課本上沒有講 這個 我只是提一提 你如果感興趣回去 推導一下看看 裝的頂上加的一個力量 從頂上傳 一路往下傳 對不對 在某一個深度的時候呢 等於裝內部的Q 在某一個深度 對不對 加上這個深度的Qs 你可以想像 如果說 這個裝的表面 完全沒有摩擦力 這個是零 Qs完全是零的話呢 Qp從上到下都一模一樣 對不對 那你的這個Psi呢 是什麼呢 你的Psi就是1了 全部的彈性變形 你統統從頂上加多少 底下就感受到多少 對不對 那就是這個力量 在Working mode中 要的摩擦 先不要管這個Qs 等於是怎麼看的 就是這個 從內部的力量 從上一直傳到底下 對不對 傳到底下 這個除上橫斷變積 乘上你的這個 就是變硬力了 除上你的陽式魔術 這個乘上你的長度 就是你的彈性的變形 對不對 表面的摩擦力越大 你這個內部的力量 消失的越快 越往一走點 馬上定就不見了 那你的彈性變形就越小 好 那這個只是告訴我的 它的分布而已 沒有講它的 數字是多少 對不對 那這個數字越大的話呢 越傳到底下呢 這個point 到底下就 就 這個越小 好 那如果剩下來越多的話 這個外面完全是 這個 完全沒有摩擦力的話 這個完全不見的話呢 Qs 在working low下的這個 這個shaft friction的力量 是零的話呢 你這個size等於的話 不重要了 你全部的彈性 彈性的變形 全部跟 底下的受到 就是跟頂上的架子 一模一樣 好了 這個是一個 一個整個的過程 在這邊只把這個公式寫給大家了 感興趣的話呢 你去推導一下 這個超越到本課 這個課程的內容 你要去感興趣 但是這個到了研究所 或者真正工程上呢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我怎麼樣反推 因為我沒有辦法量這個樁的表面 到底有多少摩擦力 我們可以量正向的力量 我們沒有辦法量這個摩擦力 所以我靠的是正向力量 傳到誰的深度呢 傳下來是多少 反推外面的摩擦力 透過這個彈性的變形 這反推這個數字多少 然後呢 大概估算一下外面的摩擦力的分布 這是我們一般工程上的一些技術了 那沒關係 你現在大家只要大概知道這些東西就好了 沒有必要去背這個公式 知道不同的這個摩擦力的分布呢 會影響到這個參數 那這個只是告訴你 摩擦力隨著深度的變化 並不表示這個全部都會有摩擦力來承擔 這個QP是從頂上一直傳到底下 這個傳到底下 就跟摩擦力沒有關係 一直到底下 這個裝底下來承受 其他的才會被裝表面的摩擦力來承受 對不對 好 這個是SE1 就是裝本身內部的彈性的變形 剩下來的就是跟我們淺基礎的很類似 這個SE2 就相當於我們淺基礎的這個彈性變形 或者順時呈現一樣 如果你回去看的話 一樣的 這是單位面積的承載值對不對 他也給他一些 它是相當於這個 這個東西的發展 你也給他一些 那個石頭的感應 就是這次코ene 就是他有阿蘇 如果我們還有 那這個同樣的 這個也這次是 還有一個值得的 就是你不要管這個 這個值得的 這個值得的 甚至是值得運去 這個值得運去 布格領域的 都是跟土壤有關的 相當於把這個摩擦力在順著這個莊 一路把它散到土壤裡面去 那對土壤所產生的這個順時的呈現是多少 也跟前面這個很類似的 你看跟這個很類似 跟這個很類似 反正都是土壤裡面的這個彈性變形 那這個 不同的是它會考慮到莊的長度跟直徑之間的關係 也是一樣不要管這個 只要管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一般都很少用 這個這樣子一個公式 S1 彈性變形的123 1是裝內部的 2是裝底部的 3是座位的 Allowable working load 就是這個QW 是總preconstructing plus 21米長 這個 總共的working load 是502QN Pyles octagonal 這是八邊形的 D是356mm 這個總共表面就是QWS 裝表面的在這個工作載重下 它的摩擦力是350kN 裝的彈性磨素 這個 你看 表面摩擦承受這麼多 裝的裝間呢 就502-350了 這個土壤的陽式磨素 μs portion ratio 這個Psi已經告訴你0062了 這個乾脆就跳過那個計算 否則的話 真理要是跟各位高階一點的話 你想想看 我告訴你這個摩擦力的分佈方法 讓你去算著Psi 你要去積分來算著它 這個積分事實上就在這邊了 你回去可以試試看 好 那如果給你的話呢 剩下就套公式了 如此而已 所以這個S1的1的話 就是QP WP加上Psi 已經告訴你了 對不對 所以我講的東西 就是告訴你 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那它這個Psi是 多少 0.65 還是多少 0.62 好 那QP剩下來這個 它總共的力量是502kN 他說這個 這個裝表面的摩擦力 這個承受了350 所以到莊間就152 那就相當於這個裝 有152kN的力量 從頂上一直傳到底下 對不對 都沒有少過 那所以這個 這個彈性的變形 最起碼有這麼多 再加上 這個摩擦力呢 上面大下面小 越到下面就越沒有 最後底下就剩下 就是這個350 就全部耗光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S1呢 是裝內部的彈性變形 3.35mm 裝間的土壤的彈性變形 相當於我們淺基礎的計算 一模一樣 這個是單位面積的 就是150 要除以它的這個陽時魔術 D是0.356 直徑囉 這個才是陽時魔術 這個是橫斷面積 Porsal Ratio的平方 Shape Factor 0.85 這個裝旁邊的土壤的摩擦 公式是非常類似 只不過一些參數不一樣 這個要考慮到裝的長度 如此而已 把這個Shape Factor 考慮到裝的長度 0.84 1.5 1.5 全部加起來 19.69mm 兩公分 這個整個方法回去稍微練習一下 喔 超級調整的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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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